柯文哲一定要坐牢嘛 經過一個我們太陽花事件 創造出來一個柯文哲 我想要這個火大 他所有的民調 做市長都是我幫他做的 一毛沒有付啊 因為都是我自願做的 都上千萬嘛 你也是小丑 我大吵 我大笨蛋 大笨草 大毒草 我都傻 傻 傻瓜 傻草一個 都要幫他忙嘛 幫他忙的結果他在搞這個玩意嘛 大吵 吳董 這個東西我搞不懂是 你今天中央不是沒有錢啊 哪有說你今天對這個 底下的這麼樣的內設 剛才講你中央已經有 六千多萬的結局款 你今天報出來的帳有兩千多萬 現在被懷疑說 你這兩千多萬的帳 是不是洗到自己的口袋 更不用講說 你今天虛報帳簿的這些錢 隆隆種種加起來可能有上億元 上億元你每一個人 撥個一萬 一千兩千萬 對大家來講都不無小補 結果呢 你人情量薄到這種程度 所有大權一把抓 大錢一把抓 而且蜘蛛不宜曉 捐滴不棄 全部放到我的口袋一遍 他是這種人嗎 一毛不拔 他不是一毛不拔 他是把所有的錢 都當作他的錢 這是他的經營所得 是勿可經營所得 他沒有勿一毛不拔 他的一毛不拔 他是認為這十個人 反正不會當選 給他一毛錢 給他一萬塊 就是浪費 都是浪費 這是浪費 所以他從頭到尾就沒有想要 讓他們當選嘛 那你幹嘛提名人家 這是開玩笑的嘛 是你要來選的 不是我叫你選的 所以他根本就是胡鬧一通的 他沒有想過地方會當選 我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好山林 難找啦 找沒啦 找沒啦 所以他的目標很清楚 對 他今天在這場選舉裡面 在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玩弄藍白河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的設定 可以開創他一個美麗人生 是不是美麗人生 不可能嘛 他搞了我剛剛算了 最少他募了五億以上嘛 對 他的這個所有的問題 就是一件事情 什麼叫爛賬 不是爛賬 都搞錯了 他錢太多 報銷不了嘛 就亂搞單句嘛 這個916萬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嘛 這為什麼今天我們要 絕對不能夠 這個冤枉黃珊珊 我要幫黃珊珊講一句正確的話 你居然要幫黃珊珊講話 對 因為戴力林 講了一個重要的話 我打電話給黃珊珊跟許甫嘛 結果沒有人處理 最後戴小姐說 我要發聲明了 黃珊珊聽完了也很無奈嘛 換言之講這個事情 黃珊珊已經盡力去表達了 他不能處理 他不敢處理嘛 為什麼不敢處理 而且為什麼今天是這個 這個會計師出來扛這個事情 對 因為這915萬一定有現金金流 被淋走了嘛 不然我搞這個 他一定是他知道這筆錢 這是一筆錢的去向 不是一個發票的問題 不是暴障的問題 不是暴障問題 是900多半流到某人口袋的問題 已經拿回家去了嘛 或者拿去哪裡 錢已經落入私人口袋嘛 所以你就記得 柯P第一天就講了一句話 這個事情完全是烏龍了 錢沒有落到私人口袋 他講什麼就是什麼 此地無益三百兩 所以那個916萬是有人拿回家 而且拿回家的人是誰 商人 他莫名其妙講沒有流入 任何人的口袋的問題 就在他流到誰的口袋 當然知道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有困難 不能處理這個事情嘛 那當然如果下禮拜二 黃珊珊到了這個中平會的時候 我是黃珊珊講一句話就好了 因為她所有被所有黨員折壞 就是一件事情 就916萬嘛 對 你都不處理好嘛 幹嘛不處理 你處理好不就沒事了嗎 他只要把我現在講的話 在中平會報告 各位中平會委員 916萬被主席提回家了嘛 你有沒有要開除我黨籍 爸 大家都嚇得不敢聽啊 所以今天帶領丟那個 只是一個起身炮 不然莫名其妙講說 那個阿伯的演唱會 是阿伯說那是他畢生的心願 阿伯想搞一個演唱會 但搞一個演唱會 我需要有一個售票系統 售票系統的單位到底要給誰 黃珊珊請斥之後 告訴我說交給牧客 代表哪句話 那個是小菜 代表77萬到了牧客 以利所得77萬嘛 到了牧客去了嘛 大家前面問了一大堆嘛 最後牧客去哪裡 當然又是到阿伯口袋嘛 所以柯文哲有一個巨寶盆 叫做牧客公司嘛 巨寶盆 當然巨寶盆啊 但是這個916萬看起來沒有進到牧客 是另外A種 所以他有這個 這個錢他有這個巫鬼搬運 剛剛蘇貴講的很對啊 他到處搬啊 錢太多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小草被騙嘛 小草熱情一直丟進去 我跟你講喔 光是小草當時還有參加黨員的 將近2萬個人耶 小草這樣民眾黨2萬個人 都被騙啊 那還有一些 還有一個最好的演員 Sakura 佩角 奧斯卡最佳藍主角是誰啊 誰 黃昌 黃國昌嘛 整個一隻牌才滿 有模有樣嘛 對不對 只是到了選前之夜的時候 第一牌牌的是可媽媽 所以他是搞家庭 家族企業 你知道吧 家族企業目標很簡單 這整場選舉他在幹什麼 是幹一件事情 什麼是 就A錢嘛 就是在搞錢 所以我說第一個他貪 我以前是哪個黨的啊 民進黨 民主進步黨多厲害 你知不知道 每一個人如狼似虎啊 這就把你吞下去了啦 我跟你講很簡單 柯文哲已經這個牢底坐穿 而且我告訴你追殺到底 什麼叫追殺到底 人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啊 我告訴你啊 這次追殺是 柯文哲跟他太太一起追殺 真的假的 北檢能夠多壓一個 多起訴一個 不會少放一個的你放心啦 因為這是個大案子 他要徹底的把這個 柯文哲的整個人設 在台灣讓大家失望 傷心所有的憤怒 一股腦的交給北檢 來做一個變成正義的處理 你說徹底見面 殲滅 柯文哲一定要坐牢嘛 經過一個 我們的太陽花事件 是我們台灣民主運動一個 現代化的里程碑 創造出來一個柯文哲 我想要這個火大 他所有的民調做市長 都是我幫他做的 一毛沒有附啊 因為都是我自願做的 都上千萬嘛 你也是小丑 我X的 大炒 我X大笨蛋 大笨炒 X的大毒炒 我X的雜 幫他忙了 結果他爸爸在搞這個玩意嘛 現在反過去看 最更惡劣的嘛 金華城嘛 對不對 還有這三大案 五大案 一大堆的 搞得沒完沒了 發現這個人在幹什麼 他完全在行騙嘛 騙數字高明 看起来是人格高尚 不是 我本来以为他是求千任 搞了半天他是求千丈 不是 现在最大的大戏都在了 都在看民众党的中平会 民众党的中平会 会不会取消黄珊珊的这个党籍 或者是把他提权 提权以后他的部分区就没有了 如果黄珊珊的部分区没有了 整个民众党内部队的权力 就会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会吗 民众党明天上午11点钟开中平会 那中平会就一个议题 就是黄珊珊跟李文聪 其实通通没有别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的处理很简单 就是到底开杂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当然柯文哲 用主席之尊在门口已经讲话了 那讲话那民众党的委员 这中平会有七个委员 会不会通通听柯文哲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 可这个党不是柯P党吗 柯P党可是这个部分 中平会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本身也看柯P很衰 柯P现在是倒霉鬼的时候 所以柯P讲话在党内 会不会一定有效 也不一定 而且明天的处理的话 据我们了解的话 他就是在表决 表决里面的话 在表决之后结果如果说黄珊珊 是表决被开除就开除了 对 那开除可是要不要解除 这个立法委员的身份来讲的话 中央党部可以摆得不动 可以拖延时间 对 他可以拖啊 那问题是你要倒过来看 是谁主张把黄珊珊跟李文忠 移送中平会 柯P 是柯P交办的嘛 因为他党内有程序 主席可以交办嘛 那主席交办的时候 当时的心态里面 要不要开除黄珊珊呢 是有要有这个想法 真的假的 当然是有想法 不然他丢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 他在愤怒之下丢出来的嘛 他本来认为他昨天就被收押了 你知道吗 他昨天一看 不今天 不是今天 所以他觉得今天又呼吸了一口气 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然后就回到 刚刚这个慧珊讲那个逻辑了 什么逻辑呢 他们互相有共犯结构嘛 如果从我柯P嘴巴里面 把你开除掉了 你一定又变成第二个会计师嘛 端木 变成这个端木正 对 搞我 对不对 你一定又搞我嘛 因为黄珊珊对柯P的杀伤力更大 对 因为他三大案他都有份 黄珊珊是三大案 台北市又有了 对 三大案的共犯结构嘛 他每一个案子里面 只要有副市长签的 大部分他都有签 那我也讲很坦白嘛 黄珊珊 沈静珊 跟柯P三个都好朋友嘛 这金华城跟黄珊珊 怎么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光让柯P 想到这个 他们一起三个人在一起 那个图像 柯P那个眼睛可能又要眯成 更细一条线了嘛 所以黄珊珊知道 在两年当中知道 有太多柯P的秘密嘛 那柯P不是他妈妈讲的说 我们儿子很乖啦 都不会去品学兼优啦 他妈妈不了解柯P嘛 那柯P确实有犯法的事实嘛 他没有犯法中华民国法律 有办法把他犯贪污赐罪条例办下去吗 不行 有可能收押吗 不可能 那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党的品牌整个全部 他的存亡都细于一念之间 完全跟柯P百分之百挂钩嘛 当这个柯P出事情的时候 党就崩盘了 其实谁当党主席 谁怎样谁怎样 都没有意义了 蔡碧如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黄珊珊会不会一起去坐牢 会不会一起变被告不知道 但是黄珊珊的能量 政治能量 一夜之间也马上是丧失了嘛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 一定要在这时候动你知道吗 因为九月份以后立法院开议 立法院开议这个会期什么会期 要审查什么 预算 预算会期嘛 你知道吗 一定要把民众党干掉嘛 干掉你这八个立委你敢动吗 不敢了 你表决你也大声讲话 偷笑都没有用 对 你说蓝白河就没了 现在大家是今天以前的民众党 当柯P收押以后的民众党 大家可以吐口水嘛 因为未来的起诉书里面 会有更多内容出来 现在都是我们的推论 或我们看到有些边缘东西 未来会奴隶的 起诉书会讲得很清楚嘛 就算不起诉你 也有讲说你弄多少钱 为什么不起诉你嘛 大家这时候都不要跟他 去比口水大战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是原来他 我确信他要开掉黄珊珊 但是今天他没有收押以后 那有一点变化 那这个变化今天晚上我了解 还在处理中 明天上午11点就知道了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党 面临了一个灭党之灾 我们现在看到了柯文哲 他现在嘴巴已经不联络起来了 他现在嘴巴一开始结结巴巴 而且看到他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眼睛肿得像球一样 整个党如上考评 整个党没有人笑得出来 可是有一个人竟然非常的开心 当不看这张照片 这是近周刊 说现在他在6月20号的时候 这把黄国商6月20号的时候 如果你不看这里 你会觉得你的鱼桃干瓶 可以从侧拍的时候 他的嘴角居然惹不住向遥 搞了白电视 你这样看起来 我非常的难过 可是整开起来 他笑开了 都只有这样吗 这是此时此刻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7点07分 他跟光琴 阿杰反抗军 你看到没有 笑得这么开心 还有他上我们友台节目的时候 大家怎么去称许他 我们看到我们的沈大老讲 以后他的责任就中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柯文哲人设崩盘 民进党毁了以后 主席干坏人 开始去捧那个黄国商 你看黄国商的脸 不敢有任何表情 想笑不敢笑 想哭不敢扑 所以雨萱 你说表情说明了一切 当整个党如上考评 当整个党有灭党危机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人 忍不住他的笑脸 保德哥大家都说哀惊勿起 现在理论上来讲 民众党的就是这个时刻 大家必须要非常哀伤 非常地沉默 但我不怪黄国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真的忍不住了 好爽啊 我的时代来临了 对 这张6月20号的照片 就是黄国商现在最好的写照 明明知道了 不能偷笑嘴巴 在把他围围遮住 但是你转到旁边突然发现 嘻嘻嘻嘻嘻 笑得不可开支 为什么 因为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黄国商正在上黄光琴的影片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表情 这样敢有透透 现在合适吗 应该有这种表情吗 整个党快灭党了 整个党有这种 所谓的覆灭的危机 你还笑出来 我就问一件事情 你有看到柯文哲最近 有任何笑脸吗 没有 陈贝琪有任何笑脸 没有 你是我的头人 我连黄三三都没有了 你大哥都没笑 结果你小弟 怎么笑得这样 厉害 我想想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 民众党这个灭掌之灾 你知道当所有人 包括黄国昌 除了之外 谁 柯文哲 陈贝琪 陈志涵 黄三三 周宇修 每个人都会被这个风暴席卷 那谁不会 没有人 是这个人说对 大家都是当事人 对 那除了一个人之外 这个人就是黄国昌 那讲白了 黄国昌请问一下 跟这个党务运作 有任何关联吗 没有 他在竞选期间 他有参与任何活动吗 没有 所以当所有人 都会被这个政经风暴 虚拣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会信免 这个人就叫做黄国昌 那你说不是啊 宇俊 信免就算了 他那么开心干嘛 平常也没有见他在笑 现在叫他不要笑 拼命一直笑 都忍不住嘴角上摇 理由很简单 沈大老已经讲了重点 他说 因为他以后的责任重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关键话 为什么黄国昌责任会中了 我请问一下 当柯文哲进去关的时候 当柯文哲进去蹲的时候 民众党有谁可以撑起来 你说黄珊珊 不对啊 黄珊珊现在已经被千夫锁止 所有民众小草 大家都攻干他了 而且他的不分区立委 到底保得住都是一个问题 那人讲说蔡壁如啊 刚刚讲的 如果在野党 在野党只有一个权力核心 这个在野党的权力核心 就在你的立法院党团 所以谁在立法院党团 他才握有实权 你在外面怎么样子绅士 你都撼动不了 所以 现在 他取得了一个最好的发球位置 我们暂时是要讲究实力的 而黄国昌他兼具两种实力 一种实力叫做什么 流量以及人气 而这个东西是跟柯文哲 完全一脉相承的 过去大家讲说柯文哲 叫流量天王 结果有没有看到 柯文哲直播要去找谁直播 找黄国昌直播 然后呢 抱着大嘴 嘔嘞嘞 我做错了 我会讲 世人不明啊 在这边帮自己洗门风 那为什么 他明明在家自己开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去找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拥有流量 再第二件事情 黄国昌拥有什么 实力以及声量 你不要忘了哦 黄国昌是紧接着在黄珊珊以来 民众党立委里面的二把手 而在整个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在推动国会无法过程当中 谁在推动 黄国昌 所以黄国昌他事实上拥有实力 再来第三件事情 你知道黄国昌有什么吗 他在党内也拥有支持以及人气 不要忘了 我曾经跟陈王卉同台 你知道那时候陈王卉也对着我 他讲说什么吗 我是昌派 他直接这样讲 是假的 我是国昌派 所以你各位理解我意思吗 在民众党内部有一群人 早就不满黄珊珊非常久 而一当柯文哲的权力陨落 黄珊珊也跟着众箭落马 党内再无人手的时候 变得是谁会黄袍加深 被众星拱月当上党主席 所以各位 你现在搞懂了吗 为什么黄国昌 喜到笑容藏不住 因为他有大好前程 等着他 不知道 你说整个表情 他就等他的政治意涵 今天黄国昌刚刚讲的忍不住笑 忍不住笑 真的代表他的时代来了吗 真的是磕下皇上了吗 我不认识黄国昌这个人 但是我从侧面 最近有一些民众党的小朋友 告诉我黄国昌的情况 他们的判断黄国昌百分之一百会出来参选 补选党主席这个事情 不会错过这件事情 他会成党主席 为什么呢 他黄国昌根本认为他是台湾最适合当总统的人 所以黄国昌今天他笑也好哭也好 他的内心是充满了自信 他觉得他是未来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曾经他也想 如果说你不要看他当党主席 如果他是在民众党在二八年的话 二零二八年是有门票的 对 二零二八年党主席 党主席或是说二八年的总统候选人找谁 科逼坐牢去了 那这些找一个人出来选总统 就完成了黄国昌的总统心愿 对 真假的 他有总统梦 大家不要搞错 难怪跟你讲 他为什么后来跟蔡英文闹翻 在蔡英文闹翻的时候 就是在总统那一句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我今天跟蔡英文辩论的话 蔡英文会比比撞 你就知道他有多么自信的 对 他非常的自信 甚至于到嚣张的程度 但是我们也看过来 这段时间跟国民党的合作 整个过程当中 实在是政治能力 实在是不怎么样 应该这么讲 他政治能力很烂 所以我是建议说 因为我 所以我也推荐另外一个人 馆长也可以考虑来选党主席 和他们两个合作 但黄国昌这一意义不会缺席 另外一个人你要注意 谁 蔡壁如也不会缺席 因为蔡壁如 所以说民进党内要产生 补选党主席的人选的话 黄珊珊已经出局了 黄珊珊现在的形象已经垮掉了 就算他存在继续担任立法委员 你觉得黄珊珊还能够呼风唤雨吗 不能吗 没有能力的 完全没有能力的 你知道吧 因为真正这个党的第三点 缺点在哪里 就完全听命于柯P一个人 对 那这个黄珊珊现在很可怜 黄珊珊今天搞到 今天的政治这个程度 她的存在与否的价值 完全在柯P的一念之间 那这个任务怎么干 这个我从年轻看民进党看到大 对 我们每一个都是老大 谁甩谁啊 对不对 大家都是老大 各有山头 各有实力 所以他们这批人 黄珊珊是没有实力的人 万一他被柯P干掉就没有了 对 那他怎么样去跟 那黄珊珊怎么去跟黄珊珊斗 没有办法斗吗 没有 你看这两天的荒腔走板的表现 如果真的弄一个党主席选举的 补选的一个辩论会的话 那你认为说 你认为黄珊珊会赢吗 不会 所以整个讲法目前看起来 如果从党内产生的话 我认为黄国昌的意愿会非常的强 但是黄国昌在民众党的时间 太短太短太短 所以短道跟民众党的一些的 所谓的资深干部的距离是非常遥远 所以我认为这中间还充满了变数 而且根据他们规定 你要注意他是在先要选出一个代理党主席 然后第二个代理党主席选出来之后 在六个月内完成改选 改选是把柯文哲的剩余的任期补满 那柯文哲的任期是四年 是到2028 所以他补满剩下的两年多任期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运作 最少有六个月以上 那六个月在台湾六天都有变化 搞不好柯文哲六个月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对不对 你说阴魂不散 他别人不干 我老子就是要干党主席 我烂也要烂在党主席 搞不好28他还要选一下来报仇 跟赖清德来一个基督山恩仇记 然后柯P报仇 报仇选战 对不对 这个怪事都会发生 因为柯P认为民众党是他的财产 他从来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当党主席 你再问一个问题是 今天刚刚讲的兵分七路 然后我搜索这么多人 李文靴他的妹妹也变被告了 刚刚讲端木正也是被告 甚至刚刚讲的戴力林 也是证人身份 而且第一个搜索约谈的是谁 第一个搜索约谈的就是戴力林 跟你说你看了半天 你就少了一个人 少了谁 少了黄晨山 为了什么少黄晨山 戴力林的街头是谁 黄晨山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是谁 黄晨山 那整个查账 也就是账目谁要做最大的负责人 黄晨山 谁找的财务总管 黄晨山 结果你是所有的key man 你是所有的核心 结果李文中也找了 李文娟也找了 戴力林也找了 所有人都找了 黄晨山不见了 对 老人跟我问一下 这神体事件 第一时间会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尼奥跟时乐这两家公司 没有这两家公司 就没有后面的风风火火 但这两家公司是谁引进来的 黄晨山啊 戴力林是黄晨山的好朋友嘛 山游游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检掉 要传唤戴力林的话 今天最应该要传唤的人是谁 应该是黄晨山 结果没有黄晨山 因为戴力林自己有讲 当时有人问她这件事的时候 她马上就去问黄晨山 是因为黄晨山已读不悔 没有处理 她才把给逼出来的 而且黄晨山直接在脸书说什么 戴力林是我的好朋友 我戴力林也说不是啊不是啊 我跟黄晨山不是好朋友 黄晨山他是我好朋友 所以你看没约谈黄晨山 好 那我们不谈戴力林的角度 谈第二个角度 请问一下如果从竞选总部的角度来看 今天每一笔账 每一笔金流每一笔支出 都要经过一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 叫做总干事 那请问一下总干事是谁 黄晨山 应该是黄晨山 对 为什么也没有约谈黄晨山 不是 我觉得她今天非常妙 是说她今天没有想到端部阵这么恶劣 没有想到一个会计师敢做这种事情 可是我要问的是 我们今天不是讲吗 任何公司里面 你今天做账的跟你查账的 跟你签合的要完全不同的人 你怎么会都交给同一个人 交给同一个人的时候出错 你说都是差错 可是问题是 一开始谁做这个决定的 做这种决定的人 本来就该杀头的 法拉哥这是第三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大家把错推给端木正 好 我接受这个说法 但请问一下 端木正为什么可以游泳监察院的 我们讲的他账号里面的使用权限 因为使用权限只有六个 端木正就占了两个 那谁可以做这个决定说 把这个使用权限给端木正 黄珊 黄珊珊 又是黄珊珊 结果都没有查黄珊珊 我刚才保证100% 绝对是黄珊珊把这个权限给端木正 为什么 端木正事实上一直以来就是被大家认为 是黄珊珊的人马 真的假的 我们讲到这边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好像在聊鬼故事了 戴笠玲也是黄珊珊的人 竞选总监师也是黄珊珊 端木正也是黄珊珊的人 也是他 对 各位你这时候看柯文哲你就懂了嘛 为什么他一定要用中评会 说赶在礼拜五 刚才董事长跟我们讲了嘛 绝对要扮黄珊珊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李文忠那个根本是玩虚的 你知道为什么玩虚的吗 李文忠党权被挺了 他可以干嘛 他可以干嘛 完全无所谓啊 我能怎样 他不是不分区立委 对 各位今天唯一会有厉害关系的 叫做黄珊珊 所以柯文哲他大梦初醒 你知道吗 从去年六月 去人不明 用人不到 是人不明用人不当 这两句都套在黄珊珊 为什么 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跟物质家董事长 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黄珊珊是小婴女孩 黄珊珊是内鬼 黄珊珊会把你害死 各位不相信去掉以前的关键时刻 我们两个有嘴说到没嘴 说到嘴唱都会打架了 就是早就跟你讲 黄珊珊哲讲我有问题啊 但是你知道吗 我其实刚才讲为什么对柯文哲 有很多的意见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之前不是讲 你要六点嫌疑没有签 没有签 没有签了以后 就是以黄珊珊 以这个陈志涵两个人为首 讲说不是让三%是让六% 我们好歹也有做过很多民调 我们好歹也有做过很多民调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 有什么的六% 他们还可以什么 完全黑的说成白的 然后呢 你还可以用这个理直气壮 我想说 怎么可以一个人 整个说正气凛然说谎话 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做到正气凛然说谎话的时候 我一定要进而远居 对吧 所以民众党有两尊神 一尊那是柯文哲 现在已经下生产 另外一尊就叫黄珊珊 他什么什么一大明星啊 什么讲都没在给你拍的 来我一个新属各位听 各位台北市长那时候 最后倒数一个礼拜的时候 有做一份民调 黄珊珊说 我的民调第一名 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不要以为大家都忘了 结果选出来黄珊珊第几名 第三名 你觉得黄珊珊有没有一句道歉 有没有跟你一句解释 没有 没有 完全毫无所谓的拍拍屁股就走人 解释都没解释 结果更了不起的是什么 到了总统大学期间 拿了趋势拿了求证 我们昨天介绍了两家超级贵 而且超级不准的民调 跟柯文哲讲说什么 阿伯拼下去 阿伯你一定会当选 然后还跟国民党嗆嗆说什么 让你们6%啦 讲得很大声 结果宝杰哥 最后开出来的时候 民众党第几名 第三 潮水退了 所以现在有人讲 黄珊珊帮着柯文哲做三件事情 假账 假民调 假木块 都是假的 但是黄珊珊完全 他脸皮扎都不会扎 脸皮动都不会动 子弹都打不穿 为什么 他就是敢啊 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今天这个会计事件 很显而易见的 他自己是竞选总干事 他把权限给端木正 每一笔支出都要经过他签名 每一笔支出都要经过他考 他搞得清清楚楚 结果他也竟然有这个脸皮 有这个厚度 这个大明星说 都是端木正的错 那端木正他引进来的人 更了不起的是什么 为了保自己不分区的位置 因为现在柯文哲要开打了嘛 下午什么 早上告不成 我下午告 还干嘛 玩一出周瑜打黄盖 自己找的人 自己杀给你看 把端木正就这样一脚踹出去 不是老杰哥啊 我跟你讲 柯文哲从头到尾 你知道他是死在谁手上了吗 就是黄珊珊手上 如果没有黄珊珊这个人物 柯文哲不会死那么快 而且我们这样你不是讲吗 现在很妙的是 你柯文哲一直讲说 你很求你需要小少的支持 可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虚报 而且不但虚报几% 虚报几倍 就大家去查你黄珊珊 当年在选台北市场的时候 一样 同样一个场地 同样的一个活动 结果你办的钱 是人家讲万安的好几倍 对 因为各位我们对照一下 当时各位 那时候还有在抱怨说 你怎么把两家厂商呢 都是我们讲 同一家厂商都给两个候选用 你这个是双边柱选择 而且都是尼奥 对 都是尼奥 这个讲这个话 我觉得可以可以接受 你不能两边踩都赚嘛 但是各位我们仔细看 明目发现大不相同 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珊珊总共办了三场造势 其中10月的11月的 11月25号选钱之业 超级金钱总动员 白鸽你知道总共花了多少钱吗 这三场造势 3540万 这样听你没感觉 你说宇轩造场就很贵啊 不然叫什么来 不请你听 结果尼奥也帮蒋万安办了一场造势 选钱之业哦 保德哥你猜猜看多少钱 多少钱 280万 那查了什么 查了十几倍 所以黄珊珊已经不是第一天 干这种事情了 从以前她的造势场合 就特别会灌灌了十几倍 结果没有想到自己灌完 或是灌柯文哲 一路灌到现在 灌到什么 灌到现在整个水牛皮被戳破了 剪掉进来了 出了事情了 结果黄珊珊在干嘛 她还是那个大名气 她还在告人 好 惠神 你说当什么是签了六点协议以后呢 出来了以后就看到 我们的战狼小姐 就开始都有一点流眼泪 然后都说我一定要拼到底 义无反顾拼一次 你说你现在懂了 为什么要义无反顾拼一次 因为不拼下去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捐款 没有那么多的捐款的话 大水场里面没有水的话 大家都没水喝 所以这就是他们一定要选到底的原因 但是我 我觉得今天最吊诡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说所有事情都是黄珊珊搞的 那你看被告上面有黄珊珊吗 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她有权无责 厉不厉害 我跟你讲这非常厉害 刚刚的那个 你要看 你要看她的资料是什么 她说根据业务灯载不实 跟公务人员使人不实这个罪 对不对 简单来讲 她现在是整个检调是查金流 所以你抓了一个大掌柜 谁是大掌柜就是李文娟 李文娟这个大掌柜是横跨三个账本 一个账本金权总部 一个账本是基金会 一个账本是木可公司 现在其实检调 只要去突破一件事情 木可是不是柯文哲的人头公司 木可公司的金流 有没有留到柯文哲私人账户里面 只要突破这一点 事实上柯文哲的起钱罪就跑不掉了 对 起钱罪 这个洗钱这很明显的洗钱 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她是查金流对不对 那个黄三三虽然她是竞选总部的 一个总干事 但是那一天在记者会上 李文中亲自跳出来说 我是竞总的一个财务部的头 然后那个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其实也是我 然后那个端木正是主要是负责 我们的会计师签账的 她有提到黄三三吗 没有啊 所以这就是她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吗 现在你群线下去追 你竟然没有看到黄三三列证人 或是列被告 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吊轨 而且也是非常高招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们刚刚讲一大堆什么黄三三 是竞选总部的大小事情的人员最重要的经费 最后是谁去整个搞定的 总干事啊 照理说应该列证人啊 为什么完全没有 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吊诡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都会认为说 那你戴笠玲明明是你这条线出事了嘛 那你这条线出事 我依照黄三三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去 你黄三三应该把这个责任去给弄好嘛 讲清楚嘛 结果没有 结果整件事弄出来就是说 这个确定没有这张发票 所以在第一个时间前 黄三三是跳出来 直接跟那个陈志涵 直接把那个矛头指向谁 就端木之后就会计师 我跟你讲在这种情况你咬死会计师 你只会逼着会计师反弹反扑 那反扑的人是谁 柯文哲 对啊 关黄三在屁事 所以这整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动作都是搞死柯文哲 对 但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到现在去按铃申告端木正是谁 是黄三三啊 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看黄三三在负责 在主导 但是剪掉真正查责任的时候 黄三三竟然连证人都排不上名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她真的有做得非常厉害 她有权 但是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要不然就是也许有一些下桌的事情 是我们不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排出台面的 而且很多人讲说你谁都可以认你 不要去惹会计师 惹上端木正 而且端木正跟这个所谓的 柯文哲的关系这么密切 真的很危险吗 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要惹会计师 因为所有账都在她手上 而且现在你看我觉得现在检调很明显是 其他的什么灯仔那个 他只是用灯仔不识这个罪进去 但是事实上他是要查金流 查账本 查把这个大掌柜的都抓 你说李文娟经得起压吗 经不起 当然经不起 一讲出来所有三个账本全部摊开来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陈佩琪 陈佩琪在这整件事情上目前为止 应该没有收到她吧 但是陈佩琪是最率先被列为是被告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开那个治疗公司 然后就是因为他那个本身有贪污的问题 因为他是公务人员 他是那个医生 但现在问题来咯 治疗这间公司 因为市场上也有传闻 整件事情会变咖 其实是因为内部内斗 也就是反皇派的一开始是来咬木可 结果木可这个账就稍稍烧到尼奥 烧到尼奥之后 尼奥就出了洞之后 他们这一部分的人就开始切断 然后就要进行相关的切割 可是人家就发现治疗这件事情 原来早在之前就被人家检举了 所以治疗不是这一件事情才发生 早就被检举了 早就被检举了 所以也有一个传闻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其实找 他们就是柯文哲夫妻党 认为这个账有问题 所以他们要另辟一个公司 来进一步取代 就等于是木可2.0公司 那换句话说 木可的这个账 本来看起来应该就心有嫌性 所以柯文哲的那一句 我视人不明 用人不当 到底讲的是黄珊珊 还是李文中 还是都有 其实大家都值得玩味 好 也不 我们以前看到的 我在跑民进党 民进党最喜欢骂国民党 摊护的时候 现在国民党 吃冬吃鸡 吃冬吃鸡 有毛吃个脏 毛毛吃个清腿 你什么你都吃 就刚才 我现在看到柯文哲的脏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真的有毛吃个脏 毛毛吃个清腿 吃素是可以吃到96万 吃素是吃到96万 对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的这一本帐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毛腻 甚至有可能是臭不可闻 不堪检验 为什么这样讲 他在113年 今年几月投票 1月13号投票 对不对 他1月7号进来去申报了一笔 大爱素食馆 多少钱 96万 结果我去查了这间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2023年其实已经卸业了 卸业了 后来他改成咖啡厅 我算了一下 96万可以喝几杯咖啡 9600杯咖啡 然后你如果每天喝 一天要喝320杯 连喝一个月才有办法 这是113年 就2024年1月7号 1月7号 杂志支出 杂志支出 支出对象给谁 大爱素食天地 大爱素食天地给了多少钱 96万 110元 对 没有一个餐厅 这种咖啡厅 一笔账 可以报到96万 我还特别去查了 因为这间店 咖啡厅就在立法院的附近 结果 赖清德也有这间店的申报 三笔加起来 大家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5100块 结果赖清德 结果柯文哲一笔 伸到96万 110元 我要问柯文哲 你们竞选总部 是怎么喝的 怎么吃的 这一天可以吃96万 这一家的店 搞不好一个月的营业盒 都没有96万 是啊 所以你看他这店 小小间的 我刚刚有讲 你要如果一杯咖啡 100块就好了 行情价嘛 对不对 你要一天喝9600杯 如果你说你那一天订了9600杯 你就是会选嘛 超过30块嘛 那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报的 对 所以哦 还有一个 大家在讲匿名捐款 我还特别统计了一下 现在不是这个立顶公司说他也有捐给柯文哲 对对 结果他们刻意的把它拆成小额匿名嘛 结果柯文哲呢 也是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匿名捐款的比例 也是最高的11.4% 那你到底要隐藏什么 那更不用讲 还有他2014年跟2024年的对比 10年前10年后对他当时在选2014年的市长 他的30支柯P新政的影片才花了多少钱 350万他现在做13支影片吧 14支 这支影片就花了1000万 他的点击数点阅总数 还没有人家当时2014年的那么高 对 号称最省钱 财政最有纪律的柯文哲 要求CP值最高的柯文哲 你能够忍受这一种事情 你现在跟大家讲说 你世人不明用人不当 我觉得你是自己可能眼睛都瞎了吧 瞎10年了啦 过去在跑政治的时候常常听到什么 什么把这个公家的钱变到自己私人口袋 我一直都觉得 我无法想象那样的状况 结果现在竟然这一幕一幕的 都在柯文哲竞选总部 在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报的这个账簿里面 我都看到什么叫做福报 什么叫做虚报 什么样做把公家的钱 放到自己的口袋 咱们看到 现在柯文哲竞选总部 现在跑出了一堆公司 包括牧口公司 时间公司 求证民调 生动创意 还有降域设计 有的做装潢的 有的做发包的 有的做民调的 有的做影片设计 所以我们看到 雨萱这个恐怖在哪里 过去我们常常讲灌水 你想灌水灌个10% 20% 50% 我都觉得不得了 你灌水灌一倍 我觉得那已经是天才了 结果我看里面的数字 一灌 灌到10倍 保陵哥我们讲 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魔术师 叫做大卫考博菲 他干嘛 他可以把自由女神变不见 但台湾现在也出现 一位非常我代的魔术师 你知道叫谁吗 谁 就柯文哲 因为他可以把 1000万999万2365万 全部加动起来 他可以把一亿元变不见 哄 凭空 不知道怎么灌着灌着 就把这些钱给花光光了 金钱消失法 而且我跟你讲 这里面更是各怀鬼胎 各显神通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吗 木可公司 这个叫做李文娟 这是柯文哲系统的 但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时间公司 人家说什么 陈志涵系统的 而且还有谁 尼奥跟十二 这说叫做三有有黄珊珊系统 换言之 这个议员我们讲 不是所有人 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是大家这边挖那边 挖你挖我挖 最后怎么样 把这议员莫名其妙 灌着灌着 就全部给掏出来了 大家都有份 对所以我们首先讲 第一间公司 叫做什么 叫做求真趋势民调 各位你看看 这个求真民调 哼不当当 总共九份民调 售了1000万 你知道这个荒唐在哪里吗 其中只有一笔是正常的 这笔16万跟各位报告 这是一般民调的行情价 为什么民调会有这个行情价 你知道吗 因为民调要干嘛 打电话 要设计问卷 设计样本 而且打电话 你以为随随便便吗 不是哦 要有1000个人以上 所以换言之 这个是非常辛苦 劳力的一个工作 他成本费大概就是16万元 做了一份 做一份民调 对所以你看 离谱在哪里 他这边有什么 128万 192万 甚至最离谱的是 一份民调做到280万元 保理各位请问一下这合理吗 总共也才9份民调 为什么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解释说 价差之间差在哪里 你同样做民调 有的16万 有的280万 难不成是买个希望 难不成是柯文哲 民调越高 价格就越高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 因为理论上来讲 你这个东西 价格要全部统一 而且呢 要照业界的行情价 就是大概15万到20万 所以光这份民调 大家看到 你一个民调公司 就可以灌水 灌到这个地步 最后花了多少钱 990万元 请问一下你这不是浪费 这些小草500500捐给你的钱吗 而且让不看你都是做民调 民调照理来讲 你打的电话数是差不了多少的 你会有一个 因为标准的数字 结果呢 你的价差可以到了128万 192万 96万 56万 72万 30万 16万 280万 保理我跟妳讲 如果业界真的有人 说我民调一份280万 有谁来做 我跟妳讲排队了 排到我们讲的 这个我们讲台北车站去了 不可能 刚刚吴总讲 他在整个总统大选的期间里面 他做了100多份的民调 100多份的民调 竟然 总加的价钱 比他做9份的民调还要低 因为我讲民调这个东西 他不是所谓的广告行销 他不是所谓的 有这种虚的价值在里面 他就是规规矩矩的科学研究研究方法 就像收视率 就像民调 你买的价格都是有个公定价 所以换言之 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 结果做完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不对啊 你买了最贵的民调 结果求真民调的准确率是什么 最低的 倒数第二名 对不对 而且第一名我们讲倒数第一名的 根本连资料都没提供 所以这个我们讲都不用讲 换言之求真是什么 你用最贵的价格 买了最烂的民调 结果呢 还洗漆漆的跟小草报告说 阿伯一无反顾 我拚一次我绝对会当选总统 所以这么贵的 是最不准的 保留哥你知道 最离谱的还不是这个 民调我们讲的 它是虚的东西 但它连石的东西都能变魔术 石的东西都能给你弄 我们要来看完说 科文哲说我们竞选总部 有300多瓶食品 美轮美奂的 当然我们的中央费要1600万 保留哥我来一一破解 首先你看到这个地板 你知道这个地板是什么吗 这叫PVC地板 它是塑胶做的 塑胶铺上去铺上去 你知道这个一瓶要多少钱吗 1200块 再来它的天花板 它说我们是毛胚乌嘛 天花板呢我们也要重新做啊 好 我跟你讲 这个天花板你知道叫什么吗 青钢架 你知道青钢架一瓶多少钱吗 1200块 所以我把你这两个 最主要的东西先加总起来 我算你贵一点好不好 3000块可不可以 300多瓶食品 你知道装潢起来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打死100万 好 我们先解决这个部分 也就是刚刚讲的 今天大家就开始质疑说 你怎么会找了降狱设计 负责新装的竞选总部 你的装潢费 大概花了1150万 大概就这样 大概是1200万 1200万 当然讲说你怎么会那么贵 当然降狱也讲了 我不是那个80瓶 你流上的加起来 我有300瓶 那如果我这样整个家总下来 我一瓶的价格 大概抓到3万块左右 一瓶装潢费 3万块来讲很合理啊 可是不对啊 一瓶3万块的装潢费 那是你的住家的装潢费 你的住家的装潢费 那个是一个永久的设施 包括你要做系统柜 你要做床头柜 你要做很多很多东西 刚刚讲的 这个都是临时设施 这个都是时间到了就要拆掉 这个东西都是最便宜最简单的 刚刚刚你的天花板 你有人家里的天花板 做成这样子吗 没有啊 这个最便宜的啊 结果呢 这个所有你用最便宜的东西 来做的东西 结果你给我报了最贵的价格 保安哥你来行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其实一般的房子你在装潢 比如说你要洗压给啊 你要配水电啊 你要干嘛的 甚至装潢的美论没换 因为那个东西哦 3万块各位就算是很好 一瓶3万块算很好 一瓶10万块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豪宅等级 但柯文哲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哦 你真的装潢像家里我没话说 但是你望远看过去 保安哥你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吗 这个叫做展览规格 换言之 就是这种一个月两个月围棋的展览 我展览完的我就拆掉了 拆了 这种最洋村最烂的 来我举例给你听嘛 他是不是比如说这边挂了课文 只能看板 这边有看板 这位保安哥你知道这种什么吗 这叫partition partition这意思就是说 他是直接用那种塑胶板 直接贴在墙壁上 非常的便宜 一块没有多少钱 再来他有些是用那种 叫做我们讲trust trust是什么 各位你有没有看过演唱会 有那种音架 钢架 他就是架在上面 那个是什么用租的 连买的不是用买的 包括你看他总部里面 是不是有电视墙对不对 跟各位讲都是用租的 所以我请专业的人帮我试算过 专门做装潢的 不好意思 他这个竞选总部 就算是300平 摆了这些我们讲的 这个都是可拆卸式的 盒子啊 我们讲的箱子啊 桌子啊 柜子啊 打死200万 打死200万 绝对不可能是 叫到1100万 所以万一是我们的设计 所以说你真的认真的 去看他的竞选总部 那种临时性的设施 如果整个装潢下来 200万打死 可是他花了多少钱 花了1200万 所以保证里面有灌税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 胡说八道说 不是啊 因为我们这个300平 对我刚刚就是按照300平 把你每一项每一项 算进去 而且保证哥你知道 刚刚我们聊到的 整个装潢里面 最贵的是什么吗 其实是电视墙 电视墙租用最贵 因为电视墙 他那个可能150寸 或者是200寸 他那是用租的嘛 也不是用买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本来 就有拿到那边的话 那我就完全不懂了 因为就算加上这个电视墙 给你多了200万 300万的租金 你打死500万 你也不会到1100万啊 所以钱到底哪里来的 而且各位 装潢都有所谓的报价单 如果你认为外界质疑有问题 你应该干嘛 报价单拿出来 直接把报价单拿出来 一项一项 水电配路多少多少 各位都要清清楚楚的 如果没有 我就怀疑你的装潢 是用水灌出来的 而且他女儿有提到说 我的设计费多少钱 设计费是172万 那今天大家一起问 那个僵域公司 僵域公司 我僵本求利 我僵本求利 而且我按照供定价格 我没有任何的投机 我就做这个钱 好 我就算不去算你的装潢钱 你说总有一个 172万的设计费用 那设计人员呢 你不知道有设计人员 到了现场 他说我只看过一次 我只看过一次 我只看过一次到现场一次 然后 刚刚那样的一个装潢 你要收172万 把那个通常空装潢设计费 是说他要必须考量他的工法 包括他的木工 包括他的大理石要怎么铺 包括他的电视墙怎么摆 他的空间动视流向 你刚才看到那个东西像吗 不是 我是跟你讲那个 讲白话文好不好 我不用讲那么复杂 就买一堆板子挂一挂 贴一贴 然后地板贴一贴 然后就装了 没事了 天花板有啦 额外再装个清缸架 就这样结束了 就没有了 其他东西都是额外移进来的 所以这种东西你说 到底要设计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花100多万 我跟你講很简单 就是把账面 数据 数字全部拿出来嘛 包括我们讲的 你客观者连影片都出了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最为的争议是什么 有一家公司 我讲这家公司 脸书粉丝团只有十几个赞 然后再来呢 这家公司没有实体地点 这家公司连员工有几个都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空壳纸上公司 但我跟你讲 他可以在我们讲 转名改名之后 赚1000万 你觉得你相信吗 不好意思就真的发生了 你说这一家公司 他的这个设计 我们去查了 他设计的地点总共有92家公司 然后呢他这个公司的这个总金 也不是他们家自己的 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司 横空出世就可以包到柯文哲 竞选总部的这个 KP国事会议 KP国事会议 我们上次也讲了 你拍了14集 再加1集的宣传费 广告 总共要价居然1000万 算起来1集 大概70几万 80几万 听你一下 没有这种价钱的 瓜哥我们大家都是媒体人出身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行情是什么 来我举一个最贵的例子 比如说你在棚内 棚内是不是要租棚 要灯光师 要收音师 包括我们讲的要请导演来 甚至帮你写脚本写规划 打到紧绷 你知道那个1集做下来 大概多少钱 多少钱 大概就我们讲的10万块 15万块就很贵了 结果柯文哲呢 总共拍了几集 14集加1集 就算起来1集要价 71.5万 各位这还有个猫腻喔 你不要以为这个71.5万 是最终数字 因为柯文哲在里面呢 好几部影片都穿着相同的衣服 所以你代表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同天录的 同一天录的 所以他真正录的时间 可能就5天或者是说6天 所以他摄影棚也好 或者是拍这种影片好 他是按天来记 幻影师 我今天一次把你把这些主题拍完 可能1个小时处理完毕之后 请问一下 所以幻影师他进去摄影棚一次 出来一次 还不是出外景 还没有人力物力 车力要出去外面 就1集要价 可能超过100万元喔 这才最可怕的地方喔 因为他是分段10分钟的影片 Sony71.5万 而且你知道吗 最后面他们发现 2集的流量多少 只剩几万人看 那我跟你讲 我张雨萱 坐在家里直播 我都有7、8、9万人 总共流量了 所以那我拜托一下 那你柯文哲 请找我来 我来帮你接这个案件好不好 而且我们查了这家公司 只有一个商标 而且这个商标 这个地址居然有93家公司 对 你仔细看喔 各位 通常会设在93家公司的地方 我讲这个很清楚 就是他借隔的地方挂名而已 因为正常公司 他会干嘛 你知道他会去我们讲 自己有自己的经营地点 或者他只有自己的办公室 他当然会设在自己这边 但只有没有办公室 只有没有经营地点 他大概只是单纯 创一间公司 他可能想结税或干嘛之后 他会把它投递到 这种有非常多家的 那你知道这种非常多家的 这种地址 同时登记在同一个地方 是干嘛 就是紫上公司啊 就是我们讲的 空壳公司啊 他是专门这个地址 就给人家挂名用的 而且你仔细看这个地点嘛 这个看起来像是 有肉多多的感觉吗 有拼肉肉的感觉吗 有摄影棚吗 看起来有摄影棚吗 我各位讲绝对没有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同仁 也是住在附近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们讲 从头到尾这家公司 就是空壳公司 所以他花钱也花太凶了吧 再来我们讲最离谱的是这边 来你看喔 柯文哲他总共花多少钱 在所谓的穿搭衣服上 你不讲喔 我看完这个金额之后 我都还以为说 你民众党是走出去 巴黎走 食商伸展台吗 第一 他光是跟神采买衣服 买了911万725元 买衣服买了900万 对我讲他说民众党人很多嘛 我们众志沉沉 大家人手到有一件柯P衣服 好 那我可以接受 但更怪是怪在哪里 那为什么还要再跟木可 采买251万6,475元 这说不通啊 因为你怎么这边跟 我们讲的神采买完你的团体服 那这边呢又再跟木可 采购他的商业服 因为唯一我看过柯文哲他们的人 穿木可的衣服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就是出来替木可打广告 7点半上半 各位我戴这个帽子很好看 赶快来萧草一无反顾骗一次啊 要骗大家钱的时候嘛 不用那个时候穿啊 那除此之外 你们大部分穿的理论上来讲 而且就算买衣服 我不知道啊 你们说党员是有什么 成千上万吗 就算有10万个党员 一件个也要我们讲900块 还是你们一个人 每天大家都不洗衣服 穿了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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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怎么样有办法 光订衣服就订到1000多万 这个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刚才讲 这个时间公司横空出市 就包了这个所谓的银色影 你已经知道你做了15级 居然可以拿了1000万 这个价格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你下次可以找我 我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拍 就刚才讲了 这个公司居然是横空出市 而且你说 它的地址有猫腻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去查了 这个时间公司的这家地址 这家地址就在 这一栋楼的这个7楼 但是你仔细看 这一栋楼的7楼里面来说 它同地址里面 有非常多的这个公司 很多公司在这里面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我们要成立公司来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登记地址 但是登记地址不能够是住宅 而且你要专门for这个 你公司行好所使用的 你那些所谓水电的 那些所谓申请 都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呢 一般来说 你要成立那种短期公司 或是你要成立那种 所谓境外公司 不要让人家查的公司呢 你就会去登 请这个会计师 或是请记账司机 帮你处理 所以处理来说 就会登记一个公司 在这样的地址里面 那之前不是有人说 打电话去是个会计师吗 那很正常 那就是标准的作业流程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主要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家公司 没有要长远存在 也就是说 它可能几个月之后 就要消失了 就结束了 消失结束之后 你就查不到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笔账进来 我成立这个公司 原本是军与公司 换成是这家公司之后呢 做了这个账进来 做了这个账进来之后 可能一年之后 这个公司就注销 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呢 账会查不到 账目来说 没有 他所有的合约 可能你要查都很难查 没有了之后就没有了 好 那我就今年的 难怪 为什么要专门找这种小公司 对 横空出世的公司 我就懂了 好 那查完之后呢 因为这种公司来说 会计师都给他做到什么 损益两平了 根本就不会缴任何的税 所以简单来说 我就把那些钱 就掏进来了 掏进来就进了 这个时间公司 这里面 至于时间公司 在流到哪里去来说 你很难查 因为他没有实体的让你查 他只有你要查 可以 我就只有一张发票 对 一张发票 那怎样 就只有这些发票 那后面呢 没有 就是这样 而且我公司也收了 对 所以他后面 资金有到哪里去 你就很难查 他就变成是一个断点 所以他找这些公司 很多时候就是 反正没多久就没了 目可公司也是一样 我把目可公司清算之后 这就是个断点 断点到之后的东西 完全都你都查不到 所以我才说 他其实呢 我觉得涉及这样 这么多 这种所谓小公司 横空出世 然后就不见了 这种都是非常可疑 就是人家过去的 做账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这样的手法 所以董事长 难怪说 检调单位 现在动作这么快 检调单位 也要跟这些公司赛跑 不然的话 我只要慢慢拍 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吗 不会啦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我现在检调单位 昨天在台北市市调处 已经找到了 听说戴小姐联络上 大概约谈要碰面 他一定是 我相信那个 所以戴力林小姐 已经公开讲 请大家不要再来谈 她是商友友 她不承认这个事情 她马上就麻烦了 她要去台北市调处报到 因为报到的结果 会什么结果不一定 你知道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公司 一千万包了一百万的东西 所以赚了八九百万 差价八九百万 就是掏空洗钱 那这个老板是谁 我当然知道了 就戴继权嘛 戴继权跟我是好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啊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情 柯文哲绝对不会照顾戴继权 戴继权是柯文哲封杀的人物 已经出局了 那为什么戴继权 能够拿到这个声音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关键人嘛 中间人是关键 这中间人是谁是关键人 就刚刚我们议员提到 昨天他们在记者会的时候 谈到这个这一笔一千万的时候 对 时间的时候 黄珊珊就叫找谁去回答问题啊 知道哪一个啊 知道我们陈志涵 陈志涵 小姐回答 他里面每一个案子 都有类神通外鬼 他每一个工程发包 每一个物件的处理 他都有类神通外鬼 那类神通外鬼的时候 那柯文哲呢 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因为他算大的嘛 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那里面有两股主要势力 就是陈志涵每天黏着柯文哲 他们也搞一点 他们夫妻两个搞一点 一个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后黄珊珊也搞一点 所以黄珊珊就有这个什么 你要食乐 我问你很简单嘛 你相信一个公司 你要食乐 你开两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记 在总统大选里面 你钱没拿到 钱一毛没拿到 名字写在里面 被逃漏税 你被逃漏税啊 对不对 你这莫名其妙 你九百多万 然后你不缴税 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 那谁敢这样搞你啊 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是自己人嘛 你说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他们一定很铁的关系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 然后呢 你说这个木可公司 是谁的地盘 木可公司 就是李文忠的地盘嘛 那李文忠看起来是 他现在赚了四千万嘛 帮他赚了四千万 理应把这四千万 应该要给柯文哲上缴 对 因为现在东窗事发 他把他被人 在风神鹤离捐出来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后说我这个钱 我没有 不是偷了 我捐成公益 这种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娟跟李文忠 都是这个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专做小偷 偷他里面 竞争总部跟党部的钱嘛 对 所以我们分析层 有三块势力 在里面一起A嘛 对不对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你们A你们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忠代表他 那李文忠昨天被 移送中... 中平会 中平会 要役除嘛 对 役除要等于开除他党籍 李文忠开除党籍有个PU 他不怕 他从中国大陆回来的 他拿钱就走人了嘛 李文忠现在麻烦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哪里 李文忠如果跟调查局 跟承认说 这个4千万 是柯文哲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那就被柯文哲手使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众党的钱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会把他扛下来嘛 他扛下来要做五年了 你要不要做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可是我都要把钱捐了 我现在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现在这笔钱要捐给社会 那个是你现在的行为 可是你中间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钱这段无关 他犯罪哪一段你知道吗 哪一段 他从成立一个公司 把民众党的钱A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 把你进种的钱A进来 这两个A钱的动作叫做什么 叫做背信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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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柯文哲是民众党党主席 这是公共利益 这是公家的钱 你把公家的钱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这是刚刚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慧珍刚刚讲的 有很多人这样子干 那很多人这样干 问题是这个事情 不是你的钱 是小草的钱 所以这个都要背信 背信同时还有商业会计法 两个案成立 我看最少 我看这个求情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认为李文中会去帮柯文哲 不会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讲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 为什么昨天叫他去 你说李文中有个大麻烦 第一个 你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第二个 你要是竞选总部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长 如果你不是财务长 你把这个钱 转给了木可公司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财务长 又把这个钱 用授权费转给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两个事情是成立的 所以我刚刚讲 商业会计法 跟背信 跟侵占 伪造文书 通通成立 所以五年是他的 都三年以下徒刑 但都会判到买 我用判到买 那判到买 他只有一个方法 他第一时间 就跑去跟调查局讲说 不是我台 兇手不是我 人不是我台 人不是我台 是柯文哲干的 他第一时间 为什么昨天检察长 那么紧张 昨天下命令就办 然后昨天就要约 这个戴小姐 陈佩奇 你说他们早跟 早跟我们 早跟我们瑞德兄 请教当总顾问 给个五百万的话 我跟你讲 保证这个数 两百万就可以了 两百万 我讲错了 两百万就可以了 柯妈妈你看你们儿子 我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 他这一套东西 他老婆进去了 他高中同学进去了 他本人进去了 然后他儿子在日本读书 也变成被告 就是柯文哲 IQ157 创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新高 他还有一种钱 大家还没找到的 还有什么钱 因为有一堆人 就我讲 像我朋友给他是现金 一千万带回家 那我请问你 所以他老婆讲一句话 我们家的钱是我管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拿了黑袋子进来 然后空手出去 当然没有啊 因为那个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进来 为什么要拿黑袋子出去 他就回家睡觉了 然后另外 现在因为已经风声鹤唳 我相信 他钱都藏好了 他钱本来藏他家的 现在不敢藏他家了 钱应该藏在外面的地方 他谁都不相信 所以这个事情就检调 要去调查一下 我听说柯文哲 对高科技很内行 所以他对比特币很懂 比特币也是个方向 请台北市调处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币的关系 好 苏菲 昨天就有一个计指会 你说你观察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问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就有不同的人来回答 是啊 刚刚大家讲的说 这柯文哲的竞选经费 里面有一笔烂 一堆烂账 而且给的东西 都是给到非常 让人家不合情理 不合情的价格 你也选举过 你也做民调过 你也计选过 装潢过总部 有这种价钱的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 我们装潢总部很多 都是用输出而已 用什么珍珠板输出贴上去 或者是帆布输出贴一贴 为什么 三个月五个月 那个地方就要还给人家的 怎么可能去用高档的装潢 所以一千多万的装潢费 然后两百 将近两百万的设计费 这绝对都不是合情合理的价钱 那民调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 哪有民调价钱差价这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自己没做过民调啦 不过我有一次要去做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民调的这个常客 所以我临时要去找民调公司 帮我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因为你不是常客 人家开比较多贵啦 多少钱你知道吗 30万 如果我不是常客 开的价钱是30万的话 为什么柯文哲会有200多万 然后做10次要900万的这个民调费 我觉得柯文哲号称省展 要跟大家讲清楚嘛 那所以刚刚大家讲的是说 这些烂账里面 是不是都有人在做分配 某一个人负责什么 然后分配多少的金额 所以就由他负责嘛 昨天柯文哲的这个 澄清记者会里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有个记者同时问到 尼奥KP秀 跟所谓的时间公司 1000万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个主持人 吴亦轩就说 好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就请我们的总干事 黄珊珊来回答 结果黄珊珊瞬间就不回答 一直看着吴亦轩跟他比 那个比 比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尼奥这一件事情我来回答 时间这个事情要由陈志涵回答 所以他比的 吴亦轩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啊 吴亦轩马上接下来话讲 就是说好 尼奥这一件事情 就由黄珊珊总干事来回答 然后时间这一间公司的问题 就由副总干事陈志涵来回答嘛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柯文哲的禁总不是一体的 黄珊珊是竞选总干事 不管是给时间的钱 给尼奥的钱 给石勒的钱 甚至给装潢的费 你都要一清二楚才知道啊 怎么会你自己完全不清楚 而且在爆出来 这个尼奥跟石勒的账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怎么讲 他第一时间讲说 这是低级的错误 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要求民众党党部出来讲清楚 你有听清楚吗 民众党党部耶 这笔账是什么账 这笔账是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账 谁该负责 总干事要负责 出了大皮肉之后 黄珊珊居然要竞总来讲清楚耶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个超不负责任的总干事嘛 要不是超不负责任 要不然就是这里面 有很多不可回答的地方嘛 另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的事情啦 这个戴力林呢 因为尼奥跟时乐被乱暴障 所以非常生气 就声明说啊 不要再叫我的三姐妹了啦 我不是三姐妹 你在讲的话我要告你啦 结果昨天黄珊珊开记者会的时候 怎么讲 人家问到她跟尼奥 跟时乐的关系 她说没有呢 我跟她是好朋友喔 对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可是戴力林说 不是 我不是三姐妹 然后黄珊珊说 她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这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 这个有趣的这个猫腻 我觉得值得大家再去观察啦 好 所以惠珊 大概没有想过说 现在政治人物比商人还会赚钱 没有想到灌水可以灌成这样子 而且你刚才讲 真的大家都有分工的 是 而且可是我整件事情 我现在仔细看 我觉得柯文哲一定得罪很多人 你看这些公司的名称 木可就柯嘛 尼奥死了 你要死了嘛 然后还给你时间有限公司 谁开公司名称会叫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我不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要来帮柯文哲 还是因为 柯文哲你要死了 时间有限 对啊 太奇怪了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谁会开公司 会开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一整个很悬 会不会告 我怎么被告写的啊 名字上面就有啊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哦 我觉得你要发现一个状况是 现在大家都要跳船了 你没有发现谁跳船 尼奥跟时乐第一个跳船嘛 他就说我没有收到 也不能说跳船 人家就说他就真的没有收到嘛 他要跳船 可是黄山山也没有让他跳 没有 他是我好朋友 对 就是态度有点奇怪 再来谁跳船 莉鼎也跳了嘛 那你说莉鼎跳了 连时间 时间他所登记的是那个 利安达公司 利安达公司 他后面的那个 等一下打去 利安达公司说没有 我只是做账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哦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大家旁边这些 全部都切得很干净 那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上 他们也知道这水很深 那为什么水很深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光是授权费这件事情 明明谁去注册 谁去申请 Keep Promise的商标权 柯文哲 就你柯文哲 而且是柯文哲本人 而且你柯文哲本人 如果说你一心为了民众党 你认为民众党跟我 柯文哲中间 没有任何距离 我柯文哲就是以民众党的 党主席为职制 那你就把Keep Promise的 这一个商标权 都给民众党不就好了吗 所有厂商干嘛 你要什么授权费 通常是不收授权费 可是你要的话 你也是给你民众啊 就他没有 他弄了一个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 然后给他 然后所有钱 连你民众党 都要给他授权费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 我以前在跑财经的时候 我常常就问一些 我就想说 不对呢 为什么这些几家公司 比如说你开了一家 有一个医院 为什么去弄这个医疗器材 你的医院采购医疗器材 这几家公司后面的 好像都是黄青国企 他说不然 我说不对啊 那你可以比价什么 他说肥水不弱外伦田 要贪自己贪啊 开开公司的 贪自己贪自己的啊 后来我就说 有这一招喔 他说有啊 有的集团很大 很多每一个 有的是那种什么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你要采购一些食品 采购一些用品 采购一些商品 每一个买油的是一条线 采购日常用品的是一条线 什么是一条线 每一条线 都有不同人的地盘 所以现在回来看 有道理啊 有没有 钢铁要了 诶 那个时间的问题 谁要回答啊 陈志涵回答 你要食乐的问题 谁回答啊 黄珊珊回答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下面 都有自己的这条线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下面的这些所谓的承包商 是真的 就变成是很单纯的 是收钱而已 还是就是收钱办事而已 还是某一种程度 他们也有摄入这一池 非常深的水当中 对啊 你跟你讲 现在北检 王俊立这么快的动作 就是要赶时间 这赶时间绝对不会拖下来 你说现在真的很多东西 都已经到检调手上了 对 没有错 那么刚刚董事长讲说 是下午的时候呢 那么检调单位动作嘛 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了 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动作非常快 那么在这里要鼓励一下 如果检调单位办每个重大案件 都像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 该有多好 不过我觉得 那么好像有些人 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比如说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刚刚委托了律师干嘛 他要告那么利典跟相关的 这个叫Sky的自称之前 这个木可公司的总经理嘛 他要告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他们在电视上说 或者是透过媒体说 这个利鼎是说 他们有1300万没有拿到钱嘛 还负债 对不起 还负等等这些事情 另外一位Sky说 他们不是他的这个前总经理 否则拿得出健保劳保等等 他要告他们嘛 我会建议这个律师 那你要先把律师费先拿到手 为什么 因为木可公司马上要清算 要结束 没有这家公司了 你不要跟木可公司 这个接这个case 你要跟他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不管是李文君还是李文中 那直接先把律师费拿到再去告 为什么 以免到时候木可 直接结束清算了嘛 那木可的钱很奇怪 木可的钱从这个 等于说 柯文哲这个竞争总部这边 赚到的钱 现在说要清算以后 要捐出去 就给谁啊 就是柯文哲跟你讲 柯文哲以前都骂 台湾政治人物都有基金会 像柯文哲就没有一间 那个所谓的基金会 还有两间 所以是不是把钱要捐给 柯文哲的基金会 大家等着瞧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 陈佩奇会突然间讲这些话 因为陈佩奇 现在面临到一个大麻烦 陈佩奇呢 我问大家嘛 你们相不相信陈佩奇 用他儿子 也就是陈佩奇口中 那个别人的名义呢 来成立一家公司 是为了要开咖啡店 谁相信 我问你谁相信 开咖啡店 你等到时候 你已经不是公务人员的 9月27号退休以后 再来开咖啡店 不就好了吗 我绝对不相信 因为你的这个 营业项目里面申请了 包括有民调 民调就是那个董事长 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心理整理的Tone 因为他做了一百多 都还不如人家做了不到十四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他连民调都有 就是没有经营咖啡店 所以呢 我问你 他真的成立用他儿子的 做人头虚设行号 来成立这家公司 真的只是为了要开咖啡店吗 当然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 那他干嘛 他要干嘛 他显然要取而代之 最可能就是取而代之 木可公关公司嘛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呢 事实上这些钱 可以告诉大家 还有在这里 要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柯文哲不是 对钱斤斤计较吗 你没有发现很奇怪 他们不是 那个号称是周秋二日搞到现在 弄那么久的工 弄那么久了 已经弄那么久了 还找出什么十几笔 十七笔什么一千八百多万 最后发现是 端木正这个会计师自己 乱搞自己调节 这样子嘛 你知道吗 柯文哲的解释 跟他的团队解释说 因为第一次选总统 没有这个经验 请问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 没有选过台北市长 有选过 你知不知道吗 柯文哲2014年 不要讲那个MG149 柯文哲2014年选台北市长 各位不相信你现在上网去打 马上把2014年所有的支出 跟收入 明细清清楚楚 告诉各位 清楚到什么样的阶段 连十块钱的会会上面都有 当时2014年 也就是十年前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连十块都清清楚楚 垃圾 桶框 卷水 什么西南固堂 全部都写在上面 所有的每一个餐费 买购 多少便当 买了几支笔 清清楚楚 十年前的柯文哲 他每一笔钱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不怕你看 请问到现在为止 他又把这些所有钱上网给大家看 所有的单据公布在网路上 已遭公信吗 完全没有